欢迎收看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给它的8PLUS充电的时候 手机外壳突然爆裂 iPhone公司只是给它换了个手机 表示会将调查结果公布出来 在此事件出现之后 有人说出iPhone8的编辑供应商 和此前爆炸的三星供应商一样 面对质疑苹果公司表示不回应 因此苹果公司的股价一夜之间 再次跌落了0.52% 在此前气象时的时候 就有人说充电的时候手机会发热 当时就有网友小薰 要和小米抢男手宝的地位 而这一次却要想和三星PP爆炸为例 把我们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置于何必呢 在去年的时候 三星因为不断的爆炸 而被航空公司提出禁止三星上飞机 于是网友调查 会不会以后连8也不能上飞机了 照此趋势发展 iPhone想要重回昔日的天分 卓卓是有些难度了 在开卖的时候 竟然连黄牛也很少光骨 不知道大家是在的iPhone10的出现 还是真的对苹果失去了新兴 从而转账我们国产华为呢 欢迎走进YouTube 好吃好玩有趣都逼的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有 美食真的吃了快上车